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放大蒜哦 那这个国家就是全世界以严谨著称的德国人哦 德国人对大蒜的痴迷程度就是令世人都惊叹的 因为他们是把大蒜当主食的 这主要源于他们认为大蒜有天然的防病健身功效 可以强身健体 是最健康的一种天然保健品 所以吃大蒜 研究大蒜和举行各种各样的大蒜活动 成为德国人的生活习惯之一 而且当地还专门设置有大蒜餐馆 大蒜专卖店等 蒜制好商店等 据说曾经有数据显示 德国人每年吃掉的大蒜的数量简直令人折舌 足足有超过8000吨的大蒜被吃掉 可以说在德国当地 大蒜已经融入到当地人各种饮食里 他们将大蒜制作成各种各样的美食 比如蒜泥面包 蒜头炸鱼 蒜泥酒等 甚至让人难以接受的是 就连我们所熟知的蛋糕冰淇淋这些甜品都有大蒜味 德国人一日三餐的菜单是这样的 早上是他们喜爱的大蒜面包 到了午餐则换上了蒜头通心粉 蒜头炸薯片 而晚餐的主食则是蒜头牛排或者蒜头炸鱼 如果兴致来了还会搭配大蒜酒 如果一家人坐在一起 则还会有放松心情的大蒜口味的蛋糕等甜品 总之 无论三餐怎样搭配 就是顿顿不离大蒜 餐餐不少大蒜 怎么样 小伙伴们 对此 你们也想来顿大蒜餐吗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